不是 剛剛講的 現在北界已經分開了 分他在現在把它變成是賭博罪被告 我真的覺得說人家不打情不打人 就打不張演戲 很多人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都 整百歲都起來了 我們四比人 贏日本 贏日本是舉國反對的 國家貴室內 國家的大喜事 慶典 結果咧 你覺得 你家是出事了 你一個臉上也凹凸凸 一般人齁 我們來看他的那個肢體語言齁 一般人齁 哇 去你看 你去看我們的 如果純球迷 那天剛才在 剛才我們幾個前輩講的 除了社區大樓 不管哪個地方 大家都Q到冰冰球對不對 對啊 去年這個狀況 去年日本的經典賽 WBC 全日本也是這樣 網路上一片也是這樣 台灣這邊一樣 但是你如果看到這個人的肢體語言 如果我們國家隊到冠軍 你若是有帶的人 你若帶國際中華隊 帶台灣隊贏的 你的歡喜是雙倍喔 對啊 那個比球迷還更興奮 因為你也贏錢啊 國家隊贏球 你又贏錢 不是更爽嗎 結果國家隊贏的榮譽 你的民族是這樣 按照我們多年來的田野調查 這是其中庇護英國或其中庇護 這絕對有事 因為如果不是做座頭 如果不是就是自己滴吧 做座如果說就是他 很多人滴 這個台灣隊贏 可能就是要準備 因為我們地下盤這次喔 真正懂棒球的喔 我在解釋中正懂棒球 我們問這個主播 中華隊在追日本隊 不太敢下中華隊贏 沒幾個啦 這麼沒幾個 那是什麼 那都愛國盤 那就是那些阿姨啦 那個小 帝總的啦 五百一千 你不要像他三千五千喔 我台中盤的那個 我運材工會的理事長 那個何理事長是我好朋友 你說為事 我們一百倍是三萬人 因為愛國盤喔 來帝我的運材 賠你比較多 也說欸 那一次新年幾分 兩分半 阿姨而已兩分半 變分半 大家再一次 喔 如果兩分半 贏球空輸掉 就是說如果日本只贏一分兩分 中華隊還是贏錢啊 還再一次 還再一次 不行 改做分半 不然改做PK 所以那個 那個 滾動式的那個賠率是這樣來的 所以以這個館長 他的一個狀況 他也是滾動式賠率 可能也有帶到兩分半 有帶到分半 這款的 怎麼知道台灣對於怎麼會這麼強 你就要問一些專家 第二問專家說 越財越死 你最看過高票 大家火鍋就是 那段你剛才有說 那很黑的時代 大家 我們不想這件事情 當然剛剛有明理講說 這個我們要勇敢面對 可是我覺得每次聽到 我也真的很誇張 那我說你來的時候 穿也有啦 威士忌也有啦 偷刀也有啦 不然這 還有人說 我直接被這樣威脅啦 無負連開被槍撞到啦 那整個都撞出去 這樣講的 周思忌還說 我進去以後 我到現在 我都還有心理壓力呢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我們全台灣國地議會議長 就要拔救救的 不要說吳建保 吳建保 大家的故事都聽到不聽 還有一些議長 很愛玩幫救的 不是沒有對不對 他平衡跟徐生銘總教練 他都不全的系統 徐生銘這一段 還比較呼籲 我們那時候聽一調查是聽說 內部當時球員 去找主頭 來信通話 整個都撞的啦 這堂子還沒人說 其實徐生銘總教練 屁股在天母被扎的時候 是裡面有球員跟外面的人 因為可能徐生銘總教練 不聽 不聽這個 不想參加 對 這個狀況裡面 當時的複雜之狀況 記不記得 衛權有個艾伯 我們資深球員 艾伯 你這個應該是巴德路吧 一個宿舍 說很輕生 怎麼輕生 無頭公案 還有 還有輕生 輕生 這很大 他人那麼大 他又是完全打擊中華職棒 那樣 所以這個事情到現在 奧古斯杜我跟講 奧古斯杜裡面 你說以前那種 黑球的事件 還出過人命的 所以當時在美國 他們在接出 在講台灣的CPPL的時候 他們是認為 這個跟那個西西里島 沒兩樣 他認為台灣島跟西西里島很像 就是說 這個誰敢洋將 敢來台灣打比賽 所以 當時我記得 那時候珊珊有個很厲害的摩拉 後來上到大聯盟 他身手不錯 結果美國大聯盟說 要給他機會 馬上回去 不要講說921地震 那個假登工 落跑的 明尼廂也全不到 那個921地震前戲 地震前戲的球員 就已經落跑了 還不要講說那個 地震之後落跑的 所以在那個 當年的風聲亨一標 1999年 三雙倒 米傳倒 在資深的球隊現在倒 過來2009年 那個時候 我們在裡面 節目講了兩個禮拜 下完節目 跑去慶城街 兄弟的那個宿舍 救不來再坐在那裡 所以球員受不了了 又動不住聯盟說 政府在幹什麼 中華執法聯盟在幹什麼 有沒有 洪瑞林對說 我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 瀕臨解散階段 是中華職棒 已經是風雨飄搖了 對 所以那時候 包括我們 我如果想說 你如果打野球 你打棒球 他怎麼中華這支棒球 都拔國的 我們用一個情形就好了 連主頭開盤 都不想開中華職棒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問題點了 都假的 他自己館長就說 因為那個年代很好操作 所以會算的人會算什麼 會算美國拔 日本拔 甚至算韓國拔 不會算台灣拔 台灣的中華職棒 所以那個年代是連主頭要下注 這幾年 少聽到中華職棒的問題點是怎麼樣 因為可能主頭 也沒有太多的重心 放在中華職棒 因為可賭的東西太多 中國的足球也是被賭害的一堂圖 所以中華職棒我一直覺得說 我很認同明理中剛剛跟我講的 這個事件 讓大家 年輕的朋友 來了解過去的傷害 你就是傷害以前 中華職棒聯盟 你要知道 你們現在目前的年薪月薪 那個誰 江少奇100多萬 張玉成200多萬 不好意思 我們這些專業經理人 一年要賺200萬 不要說 不要說一個月 他們一個月 這是金山銀山 你們職棒沒有打之後 你們離開中華職棒 離去給你 好啦不要說做工不好 做工的康律 做勞動節 你一國要賺5萬 我須在你 你賺沒有 所以你要珍惜 你現在用有職業棒球的身分 你現在拿到十幾萬 都是低薪 薪品族 你現在拿到二三十萬 都沒什麼 二三十萬是部長級薪水 你領200萬 那總統又輸你 所以我們中華職棒球 你現在很珍惜 我們要把這個事情說給你聽 對 中華職棒球 不可以還有一道的求求 如果還有一道來就棒他 而且那時候警察不管嘛 而且剛剛講的 那個後面都是什麼 都是議長副議長 那你說還有這個嘉義的 跟台南的 台中的跟嘉義的 彼此對賭 寶傑哥 那是你喔 人喔 你在天龍國 你會貼的 台北本來就比較大聲 我們回去會槓 你知道我們回去會槓 欸工某人啊 你很厲害喔 你康律比較重喔 你知道一個是要死喔 你看看你有多好處 我沒辦法我就派阿急 沒辦法你知道 如果你要分析一下好不好 我也叫他去做分析 職棒攀岩是沒有了 你知道嗎 唉唷 過去的故事多了 是說 我就跟這個安理期說 大哥這樣啦 另外這個方向也很可憐 說自己去救我嗎 也有問題了 因為我們球員的出身 你注意看 我們的球員出身 我們天一調查 他的父親母親是白領階級的 醫生律師 不少 很少的 做教育程度 您家這個家境不錯 那是說你家境好 可能他對這種道德觀 比較好的東西 比較low end的辛苦家庭 很容易受誘惑 所以大家都把這講出來 以後中央職棒 永遠也不准再發生這種遷途案 好瑞德你剛剛講說 這個跟他講 我今天很多講 館長你那個到底 是遷途什麼是遷的 你這個東西 還沒有過過追逐期嗎 你說這個是20年 而且剛才講的 如果這個辦下去 館長真的就跑不掉了嗎 那麼事實上 有些人誤以為說 年輕的時候年少輕狂 做錯什麼事情 我現在改過向山 浪子回頭 我現在可以公開講 我勵志的故事 你講你勵志的故事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法律追溯權 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把你過去所犯的事情 一筆勾銷 很多人因為館長這次而認識的 這個Q棒兩個字 是什麼意思嗎 講坦白的嘛 那除此之外 為什麼 為什麼館長的很多的這個 等於說聽他直播的 都是年輕人嘛 為什麼這次很多的年輕人 寶傑你知道 差別在什麼地方 館長是我們台灣YT 那個直播 我們包括直播這些 抖內錢最多的第一名啊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他抖內的金額掉到 那時候掉到 一天只剩下一萬塊 你就知道大家 因為心裡面多麼 還有人給他一萬塊啊 但是你就是 他最多 他平常是五六萬塊以上耶 也就是說大家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 等於說收刊率也大幅度的下降嘛 這該真的去探偷替幫 為什麼呢 因為勾起了我們當年的回憶 我相信在場的幾位 體育主播也大概知道啦 那我們是社會記者 我們社會記憑常就是跟 黑白兩道這個等於說來往嘛 我剛剛講的那個 你知道嗎 台灣曾經有 為了打職棒千讀案 通常是用包的 包的用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八百多萬 把整個球隊想要包下來嘛 以前這一二十年以來啊 都有的人想要用包的 有人想要單買的 19 那時候那個 我們最有名的這個 那個2009年的黑象事件 就是整個兄弟像是垮掉嘛 那時候職業明星喔 職業明星都捲到裡面去 真的有讀者直接讀者投書 通常職棒 不要再玩了吧 關門吧 就直接這樣講耶 你知道那時候已經快要完蛋了 那時候大家的氣氛 你知道最離譜的是發生什麼事 2009年 當時的總統叫馬英九 馬英九的太太哭哭掃搜美心 卻看過一場職棒 那場職棒是打假球的 你知道嗎 總統夫人看打假球 後來他們公開出來講說 向夫人道歉 你知道嗎 這太扯了吧 竟然讓我們的總統夫人看打假球 總統夫人再度敢打假球 不可思議耶 怎麼可能呢 問題就在發生了 那有賭博 那麼有人收賄 但是也有人不收不給錢 我跟你講 有一個人不給錢 差點被砍 你知道嗎 不收錢差點被砍 為什麼 他同事幫他收了 他同事幫他收20萬 但問題是他不要 不要了以後呢 一個漏接 同事說他就打假球 因為這樣 要不然他不會漏接 他是故意打假球漏接 你知道嗎 到後來是因為 那麼檢調單位下去辦了以後呢 那麼他說我沒有打假球啊 我哪有沒有 沒有打假球 後來那個人才承認說 事實上他不配合打假球啊 但是他有跟這個的 主頭他們講 後來他們跟他講說 他有加個加入等等啊 你要知道當年 你知道當年抓台灣 這一二十年以來 抓台灣職棒牽賭打假球 最認真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誰 現在的檢察總長刑太昭 他有一次直接一口氣 在雲林地檢署當檢察黨的時候 兩三百位的調查員 全部下去給我抓 一口氣全抓 抓了以後當然 消聲匿跡了一趟 都沒有用啊 我們因為這樣子有好幾次 幾十個警察上百個警察 全部進駐球場 後來每次中央職棒 要打棒球的之前 還做一件事什麼呢 主任檢察官 直接先對所有的球員上課 法制教育 上課 上法制教育 你們如果打假球的話 你會適合什麼 你如果怎樣 會怎麼樣 那你沒用嘛 為什麼 可問題來了 全台灣真正講坦白的 負責搞這個職棒牽賭 還有打假球集團 總共有五個集團 台北也有 但比較少 以中南部為主嘛 包括台中 包括彰化 包括嘉義 包括高雄都有 那麼這些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 相關的職棒牽賭這些 他們都有個默契 我如果綁了 你不可以來綁 因為如果我綁了 你又綁 剛剛我講那個案例就是 我已經綁了喔 我綁了你還來 裡面黑吃黑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兩輛車 幾把衝鋒槍就下去殺人 那件事情還驚動到警方出來協調 把這個事情弄掉耶 警方不是抓人的 是協調耶 為什麼 因為不太說嘛 我黑道我可以接受訴求 我可以賭書 但我不能接受黑吃黑啊 那事情不夠呢 可是後來有一次就因為黑吃黑 直接把對方壓去 兩手兩腳全部打斷啊 雙手雙腳全部打斷啊 這麼野獸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黑道是個面子的問題嘛 所以事實上這 台灣經過了所謂803的事件了以後 對台灣職棒傷害是非常慘重的 所以這些 這些那麼曾經是 我為什麼會那麼 我也很生氣的原因是什麼 我兒子從小就是兄弟相對 我告訴你 我兒子小時候獨幼而遠 我就開始丟球給他 丟球給他 為了 為了要 他為了要想看棒球 跟他說考前三名 爸爸帶你去看兄弟相對 兄弟相對 聯輸11場 他還真的給我考了第一名 害我 害我真的得帶他去 我旁邊就做有洪瑞和那個領隊嘛 那一次是聯輸的11場 後來我們去看那場 欸 贏了贏了 大家好高興嘛 如果我問你 我可以接受你訴求 但是你明明可以贏 你故意漏街 故意爆頭 然後最後輸了這場比賽 會傷了全體的這些球迷的心 真的好不容易 你看今天少棒 終於在亞洲警班賽 贏了韓國 昨天贏了日本 我們好不容易從了世界冠軍 這時候有人還在那邊 大言不慘講說 這個我年輕的時候 就叫救幫 叫救幫 叫救幫你是在招牌什麼啦 所以 不是 剛才講這 不打錢不打賴 就不打仗 而且我對他的表情 我真的不可思議 全台灣 我認識的所有人 都歡心鼓舞 我們還高興了一個多禮拜 結果 他居然是這個表情 我長期研究館長 而且我覺得懂了 為什麼你剛剛講 你們做民調 民眾黨 我想關民眾黨的屁事 民眾黨現在跌翻了 我現在講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我有做民調 所以我做民調 所以我對 有選舉民調 我長期在做 所以台灣有沒有地下賭盤 我當然知道嘛 對不對 因為所有人都希望能夠取得 我的民調 或有些我不公布的民調 對 就會影響到賭盤的 最後的選舉的數字 所以我對台灣有地下賭盤 這個事情 我是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那我們來分析一個 很簡單的事情 館長今天看到這個 這個球賽的結果 他這個表情 告訴我們什麼信號 什麼事啊 非常失望嘛 他不希望這個結果嘛 他不希望這個結果 全台灣都看到了 全台灣4比0打贏日本 舉國歡騰 但他不容易看到這個結果 對 然後我再講第二個部分 然後一堆議員 跑到北檢去告發他 對 告發他什麼東西 告發他過去做球版嘛 對不對 那個錯了 搞錯掉了 過去做球版是滿好談的 因為過去做球版 他不會為了過去的球版 今天擺個臉 傲嘟嘟的給你看嘛 是嗎 他當時當天的不爽嘛 他有講喔 你不要隨便講我賭博 我要告人的喔 所以我就要提醒 賴新德總統你知道嗎 要快點交代北檢 這個傢伙要把他抓起來 你知道嗎 他幹什麼事情 當天的金流 一定要把他查出來 一定是有 我分析給你聽 館長最厲害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 流量 他靠他的流量 他搞電玩 他是所有直播組裡面的流量最大 他就靠他的流量 靠他的這些 他的這些 這些互動的這些網友 是他的身材工具嘛 對 那身材工具做什麼用呢 第一個他有帶貨你也知道 對 他玩電玩你也知道嘛 那為什麼突然間跟這個獨有關係呢 他要自己講他的球版幹什麼 對他說以前啊 他有我現在高度的懷疑 他是主頭 他的咖跑了 跑到懷疑 不是啊 這個結果是 這個盤開出來 剛剛不是講的 一分半兩分 半在這邊 一讓分讓分讓分嗎 然後最後完蛋了 收不到錢了 所以他為什麼那麼難過 我現在在這邊呼籲 再度呼籲北檢的檢察官 好好去清他的很簡單 通人紀錄給我清一清 金流給我清一清 好 其實 剛才曉得 那個黑暗的時代裡面 不是說我今天 中華職棒現在在裡面 學生都不放過 職棒結束之後呢 就是學生棒球接著要登場 在我擔任 所以你當時候什麼都賭啊 因為學生棒球呢 是辦了金融期之後 有現場直播 場場現場直播 所以呢 他們的手呢就覺得 既然是場場直播 就有機可蹭 在我擔任金融期執行長的期間 幾件讓我的 幾件重要事情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過 第一個就是 平同同學我的母校 有一天他的教練 林省妍打電話給我說 他的球員好幾個不見了 我馬上通知 我們的安防部去查 結果呢 選手被帶到了高雄去 那被不祥人士帶到高雄去 太可怕了吧 因為他們明天要比賽 他們用請吃飯啊 blah blah blah的方式呢 希望他們能夠做一些 配合的動作 當然是很快的呢 這些選手 球員就找回來了 更離譜的一件事情呢 是華新中學 華新中學也接到了電話 然後呢也做了一個 如實的反應 那我也控制了安防部 那立刻呢通知台北 令優 你有沒有看過 學生的棒球 我們的比賽地點 在高雄成青湖球場 華新中學呢 校車前面一部警車 後面一部警車 一路從高市公路 帶到高雄成青湖球場 打完比賽之後 再順著高市公路 回到台北 這樣子保護他們 對 就是保 不讓有任何的外力介入 連高中生的棒球 他們都要這樣子去伸手 你會不會覺得 真的是讓人覺得 非常的痛恨 真的是痛恨兩個字 中華職棒的第一個高峰期呢 是9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 那一屆奧運會 我們拿到銀牌之後呢 選手分成了兩支新的球隊 就是石暴英跟俊國雄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slogan 變成了龍獅虎相加英雄 加雄英吧 那石暴英隊呢 在1996年 才相隔四年不到 就爆發了黑鷹事件 對 黑鷹事件 整個只有一位捕手沒事 被約談 當然不見得事後有事 但是呢 在當時中職的高規格標準之下呢 你只要被約談 就立刻停止你參加比賽 一個球隊 只有一個捕手沒有被約談 你怎麼打球 所以呢 那一次的石暴英呢 有所謂的借降事件 對 跟其他球隊借人來打 因為那是在球技當中所發生的事情 對 那最後呢 石暴英 最終呢 就母企業決定解散這個球隊 然後 三商虎 魏群龍 在那個時候的社會氛圍之下呢 覺得實在是太難 扛起這個社會責任了 也就紛紛地宣告解散 六支球隊 有三支球隊就不見了 就宣告解散了 我永遠都記得 石暴英喔 有很多的球員呢 是出生於南部的美河中學 美河中學的教練呢 是李瑞琳老師 李老師呢 在過世之前呢 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他一手帶出來的球員呢 可以替台灣拿到92年 巴塞隆納奧運會的銀牌 但是呢 也可以腐敗得這麼快 他到臨終之前都一直念念不忘 耿耿於懷這件事情 這事情還沒有了結 三個球隊倒了 還有核性精隊 核性精隊 因為他的home base呢 是設在嘉義市 天啊 那時候的嘉義市 真的是鬼影闖闖 我們以前到嘉義市出差喔 到了夜裡check in的時候 你都要擔心你後面前面 那個房間裡面 有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 電話會不會去 一定要通知櫃台 所有的電話不可以接進來 連你去主播都會 因為那個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說 訊息很重要嘛 他總覺得你是不是知道 明後天有什麼樣的訊息 先發投手是誰 核性精呢 是很多一線的球員 全部被約談 而且真的是有涉案 所以核性他的母企業呢 也最後決定 這個球隊解散 我們那個時候在轉播的時候呢 因為實在發生過太多的打黑球事件了 有時候球員在場上的一個失誤 我們都不禁會懷疑 是不是有問題啊 那當然那只能放在自己的心裡 對 可是呢 當這些失誤的情況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那個疑問 也就相對的越來越多 對 所以那種球賽 所以你覺得說 我在播報什麼東西 你都不知道 對 對一個播報員來講 你當然是不希望 這種事情會出現 可是因為那個附近 那個年代實在出現的頻率太頻繁了 所以你播起來 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當然呢 包括我們自己曾經被盯過 那當然呢 還好呢 各地 當時我服務的電視公司呢 他們都有新聞單位 我曾經很快地打電話給他們 特派員說 我的播報室的門口 站在兩個黑衣人 你播報室的門口 站在兩個黑衣人 對 請當地的刑事組 馬上派人過來 真的啊 他盯你幹嘛呢 他就想說知道 能不能從我們身上得到什麼樣的訊息 以前我們的轉播車 是在球場的外面 然後拉線進去 比賽前一個小時 要公佈先發名單 在先發名單上面呢 就會有今天的先發投手是誰 對 在當年的中職呢 是不公佈先發投手的 所以先發投手是誰 對於賭盤會有很大的影響 你知道嗎 從哪裡知道誰是先發投手 對 而這份先發的名單 從我們的工作人員手上 一直要到OB車上打字馬 這一段路上呢 就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這樣子看 那樣子看 拉你一下 他就要看到先發投手是誰 因為那是正式比賽前一個小時 我們會知道 OB車會知道 但是呢 球迷不知道 他就想要偷看到 或者打到 或者是怎麼樣去瞄到 就是這樣子啊 那時候有人威脅過你嗎 那個時候沒有人威脅過我們 但是呢 只要晚上 我們去吃飯 我們都很害怕 就是如果 周遭有一些 這個奇異的眼光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起身回飯店 對 所以這種 所以你說那時候 最厲害的是台中 嘉義 嘉義比較可怕 嘉義 真的 嘉義真的 我真的住飯店住到都怕了 當時李萊發教練有講 何信金代表的時候 晚上11點半飯店 宿舍點名 半夜呢 外面再點一次名 就是剛剛前所講的 外面再提一次 你要聽懂意思 所以有一次 剛剛恰恰 彭正銘他愛護自己到什麼程度 我這個話是葉君章告訴我的 葉君章在最後兩年職棒深海 是在那個時候待的 他說有一次 打環比賽 嘉義掛的某辦委會的老大 帶他們回他們家中秋節烤肉 烤肉 煮肉 主意 主意一看 你知道嗎 他們一見 因為兄弟的那個衣服很黃色 它是包括車子 對 黃的 那個在高速公路都很顯眼 一到那個車子之後 這個彭正銘就發現 這地方不對 這視野不對 裡面有人類似 就是那個的角色 彭正銘就跟葉君章跟幾個人講 我今天身體不好 就是沒有啦 狀況不好 我就不下車 就拿著他的夾克 就要車上睡 不下車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說悄悄不下車 就得保護自己 因為你知道嗎 包括那個 我不曉得哪一天哪一個球員 憑野會議啦 憑野會議不是跟那個球 球米合照 原來這個球米背景不單純 不單純 因為來者是客吧 我是職棒的總教練 我是民主播這幾個 很多人跑來他們合照 但是他們是主播沒關係啊 我是職棒圈 我是總教練 哪一個如果哪一個組頭 跟我合照的時候 這條相片 賴得很快 我跟妳講 運的啊 憑野我自己的 總教練我也知道 我是議賣通 我今天有跟我們問過了 這個白運的啊 我問你 總教練亞巴斯荒年 我跟我合照 我怎麼不知道是誰 所以這個情形 所以聯盟這邊 秋藍這邊 開始全部保護 你就不會有這些 這些稍稍 風雨騷擾的 的一些事情出現了 你看台灣 四比零取國換成 全國在辦貨幅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們好像辦松鼠 你看 官長的 一個人 他們奧賭賭 大家高興到賭 大家都跳起來 大家都不用提倡 你一個人 奧賭賭 很高興 很想起 你就起什麼 你哪壺不開提 哪壺把大家 最以前的傷透 傷透裡面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恰恰就講了 他曾經講過說 我如果是球迷 看到這種黑象事件 看到這種事情 我也不想看球 可是希望你繼續來關注我們 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有一天我們能夠表現好的時候 你給我再回來 人家是多麼那樣謙卑 還有 你要講到恰恰當時的事件以後 這個便電箱非常有名 他說 他每次講到他受傷的時候 每次他都去跟這個便電箱拍照 為什麼 他那個時候覺得非常的沮喪 恰恰是一個情緒非常穩定的人 他是一個八方不動的人 可是他那時候情緒到什麼 壞到什麼 他說他氣到把那個球棒直接 丟到桶子裡面 然後掉出來 他說他本來想去踢那個垃圾桶 後來受不了了 就打 一拳打到這個便電箱 他說 全台灣的便電箱都是鋁做的 只有嘉義這個便電箱是鐵做的 砰一打去的時候 秋骨都回去 秋骨回去之後 他媽來看他說 他當時難過到什麼 跪在地上一直在靠 一直在靠 是時候剛才講到 我們都是過來了 我們都走過那段歲月 沒錯 我們都知道 當時的中華職棒有多棒 剛剛講到 這個對台灣來講 是多大的士氣鼓舞 那個對台灣來講 是多大的喜事 全國的辦公室 一個人跟他辦公室一樣 寶傑 你看到4比0台灣贏的時候 寶傑 當時你什麼心情 我們看各個現場轉播 大家都跳起來 在東京巨蛋大家都跳起來 所有台灣人都非常開心 我女兒子你知道嗎 不准我出來看球 我只能在裡面聽 他說你戴賽 你打開出來 就有出貨問題 我還在旁邊偷偷聽 沒錯 很多人都很擔心會輸球 都不敢看最後一局 但是贏了之後 都是非常開心 台灣還有一個社區 贏了之後 整個社區都在搭亂叫 所以當時台灣人 都非常開心 可是 有一個人怪怪的 傑兵奧賭 他怎麼臉是這個樣子 難道他是不惜用 台灣贏的一個狀況嗎 難道你是看不慣台灣贏 還是說你有揍什麼賭盤 你當天輸了多少錢嗎 大家不知道 可是他這個表情 他勾起了台灣人 非常的痛 為什麼痛 你看對比誰 可是我真覺得你哪糊 不開提哪糊 大家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好不容易走過那個歲月了 剛剛不是講的 恰恰也講說 那個時候大家根本不想看球 不想去職報 職報覺得都已經完蛋了 職報都毀掉了 對 好不容易我走出那樣的傷痛 我走出那個灰色地帶 我走出那樣的悲傷 你還拿刀來戳我們 對比誰 你看那一天的時候 恰恰他在東京巨蛋哭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好不容易 他見證了台灣的棒球 從低谷一路走到 奪冠了這個世界 他當然非常的興奮 你看我們的球員這樣哭到這樣 對沒錯 那為什麼這樣說 保證你知道嗎 事實上恰恰他曾經有一件事 非常有名 就是2005年的時候 他當時不是槌了這個 這個電箱嗎 變電箱 這個變電箱在嘉義球場裡面 那為什麼他當時要槌 因為恰恰我們都覺得說 他心情很穩定啊 不動如山這樣一個狀況啊 永遠台灣的這個當時的第四棒 永遠的一雷手嘛 那為什麼要捶這個 因為當時2005年那時候 台灣的遷阻非常嚴重啊 遷阻非常嚴重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我所有的桌邊的人都被 都被收買 都是這樣的狀況 他其實心情很難受 但是偏偏呢 他當天在對這個Cobra 那個時候 打球呢 打得非常不好 打得非常不好的時候 保證他心情很不爽 下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丟球棒啊 然後在捶那個 捶那個所謂 相關放這個球具的地方的時候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你看他一直捶一直捶 受不了之後 他就去捶這個便電箱 他捶著便電箱 捶下去的時候 保證你知道嗎 原本他認為說 捶下去的時候 應該便電箱歪掉了 結果沒想到是我的手 骨折了 手就脫臼了 為什麼 因為嘉義的這個棒球場 他是鐵座了 其他的球場都是鋁座了 結果他捶下去之後 保證捶掉了什麼 捶到他原本他 因為他當時非常的不能夠接受 當時的包括 當時的職棒的環境 還有他的成績 他原本有可能會鋁外 結果他這樣一捶之後 他鋁外的機會就沒了 所以他當時這樣 整個社會 整個棒球的氛圍 就是這個樣子 他說他捶這一局了以後 他的手整個的 剛剛講的脫臼了 對 整個手就平掉 對 他說他當時什麼 他當時要休養一年 對 沒錯 那甚至他媽媽來看他的時候 他們都還在哭嘛 所以你知道 當時這樣 台灣的職棒曾經走過這樣 那才有今天我們看到 為什麼恰恰 他在這個奪冠的時候會哭 事實上不只是他哭 很多台灣走過那個時代歲月的 所有的台灣民眾 其實都非常有感慨 所以這一次奪冠的確是 讓大家都覺得說 那種事情不要再發生 可是偏偏就有人 把當時的事情 再把它拿出來講 然後還覺得隱隱無法 這樣一個冠感覺 當然大家都不能夠接受 而且他講得非常細 他說那一天氣到什麼 我都可以感覺到 彭正銘當時的那種 憤怒那種無助那種悲傷 他說他打不好以後 把這個球掛 直接甩到洞裡面 然後他很氣的 擺一個垃圾 還要踢 踢了後面有兩個洋架 他怕嚇到人家 可以講說他那個開 黑口開 打不出來 黑口開 很想起 他就變成這樣 他說一個誘勾拳 誘勾拳打去以後 手就骨折啊 對 沒錯 他現在還把他當時的 這個做的石膏還保留下來 然後還簽名 對 很多人簽名這樣 因為他永遠記得這件事 這記得什麼事情 當然除了他自己的脾氣 他可能要控制 另外一個就是 當時的所謂的 他那個所謂外力事件 這個牽毒案件 永遠再也不要發生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對恰恰來說 他到底多麼不想再發生 保證這樣 事實上我們之前 職棒陷入所謂假球風暴的時候 事實上 當時都沒有人來看 那這是彭正銘 他在2010年的時候 他還錄了一段話 後來到我們2021年 2011年的這個開幕的時候 他還把這段話播出來 這段播出來是什麼呢 職棒發生了那麼多事情 如果我是球迷 我想我也不會再支持 也不會再進場看球了 但是假如有一天我們做到 能夠讓你們重新信任 重新獲得你們的支持 希望各位球迷 能夠給我們掌聲和鼓勵 我們會更努力 讓你們更加信任 我們會重新站起來 希望你們能跟我們一起 並肩作戰 你只要知道 我們在幹什麼就好 你不用進來看這樣 當時是這樣的呼聲 這樣的呼聲之後 終於經過了那麼多年的 這個台灣的低谷之後 終於開始開花結果 開始在今年 這個所謂12搶之後 拿到冠軍 你看他的那麼開心的笑容 然後哭出來的樣子 然後跟王建民這樣 台灣的棒球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有多少呢 過去的這個所謂 黑暗的這個狀況 我有走過多少的心酸血淚 你看我的心酸血淚 就要不就我踩下去 對 就這樣 他就這樣講 他就這樣 然後還沒說 這個大家以前都是這樣玩的啊 他就說你們這個 我們這個 你們我在這個 簽賭的時候 我在賭博的時候 你還在媽媽十塊七七如家 他就說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沒事做的時候 他就要來做這個 所謂簽賭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講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網路上大家就開 我覺得這一次 館長跟著 惹毛大家了 踢到鐵板 為什麼踢到鐵板 因為很多人就PO出來這個文章 怎麼還找出來說 他有幫這個兄弟去開球這樣 然後當時的館長還說 哎呀 我這個兄弟 有給我五十萬的這個酬勞 還給五十萬酬勞 對 然後他就說 我自己南下台中以上的花費 遠超過這個數字 但是兄弟現在馬上出來跟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這件事 他說我們當時 因為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合作廠商來說是泰山 那泰山說因為是泰山贊助 所以由他來這個 由他來這個開球 但是他說 我們球團沒有支付任何的費用 然後此事事件造成社會負面討論 而且球迷之間觀感不佳 兄弟相將會進行內部檢討 並在未來與贊助商企業合作的時候 會加以審視 避免再次帶給社會困擾 所以你看連兄弟相都出來說 你帶給社會困擾了 他現在變溫神了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最不想看到就是 有任何牽讀的 牽涉到牽讀的 不論是你是過去 還是你是現在進行式的人 你居然還在檯面上講出來 然後講出來說 好像你不能 不以為你有錯的這個感覺 但是事實上 這是所有全台灣 那麼多熱愛棒球的人 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 跟職棒牽讀有關的 不論是你是主頭 你是這個相關的球員 大家都沒辦法原諒 剛才講的 現在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解宿培跟陳賢偉也去告發 對 沒錯 告發以後馬上到 跟那個他這樣 然後講 他現在已經列為這個賭博愛的被告 對啊 全台灣的 全台灣的辦公室 你的賓是我們做 所以他是不是有 涉嫌到這一次 他是不是還有在 牽涉在這裡面 所以我才說嘛 這檢調絕對要好好調查 我們絕對不能夠原諒 過去有牽讀的人 跟現在你還在搞牽讀的人 這次就很清楚了 台灣球迷有多生氣 是 陳志遠本來想要趁一下 趁一下 你趁什麼屁啊 對 今天對台灣的球迷來講 你今天只要涉及了所謂的牽讀案 對 殺無射 對 為什麼剛剛講的 兄弟現在要馬上出來澄清 對 因為你剛剛講的 現在對整個台灣來講 我們當時也是支持時報音的 對 我們時報出來的 對 那你要知道 你這個對我們整個 當時的整個球團 對我們的整個公司 對 造成多大的羞辱啊 沒錯 實際上對很多兄弟球迷來說 最不能原諒就是陳志遠 為什麼 當時不是有三件客嗎 就是包括蔡峰安還有彭正銘還有這個陳志遠 但是陳志遠當時還是我們2004年的 雅典奧運的掌棋官 就後來不是被他發現到說 他整個起訴裡面 他是最貪得無厭的 檢察官就跟他說 極度貪然無恥 來駁治這個陳志遠 那陳志遠還有一次 他在這個沿上的活動的時候 他就說 我以為我是要來罵彭正銘 大家都很生氣嘛 所以你什麼資格罵彭正銘 所以跟你說 這些所有過去 你無論是你過去立下什麼戰功 大家你過去都為台灣做了多少的榮譽 你只要牽著到打假球的 或是你曾經收過主投的錢的 大家真的完全徹頭徹尾都沒辦法原諒 好 沒辦法講 不打情不打爛 就打不張眼 這一次我們台灣 其實是我們的職棒 我們的棒球從谷底回升 現在的棒球帶給台灣滿滿的榮譽感 現在有人講說我以前在做球板的 我以前在賭博的 你不知道250嗎 你哪壺不可以挺哪壺 而且這個時候剛才講的龐正銘 就把大家挖出來 那個時候多有痛 對恰恰來講 對這些熱愛棒球人來講 你看到他們當時講的話 那是多痛的一個回憶 沒錯 這麼痛的回憶裡面 你去踩人家痛腳 對沒錯 當初的這個 所謂黑象事件的時候 你知道龐正銘還有這個周四起 是很少數幾乎完全沒有被威脅的 你知道當時的兄弟 像是到什麼程度嗎 領隊啦 然後這個球員 幾乎全部人都被這個隊收買了 甚至收買了什麼程度 當時還有個球員 他認為說 你又收買了錢太少 他還自願打假球 那當時的風氣已經敗壞到這種程度 所以當時其實 彭正銘他也知道 不是 而且那個多可怕 你在這找來的時候 上面就是槍 槍就指著你的頭 甚至我整個隊伍 整個球團要離開 那個巴士被擋下來 都來都來都來 好好講一下 對 那恐怖耶 當然恐怖 對球員來說當然心理壓力很大 可是對球迷來說更傷心 所以他當時的時候 都沒有人去看 那當時有很多 這個球員就說 沒關係啦 這個球迷都是還沒有下班 還卡住 但是他們真的就不願意進來 所以 當時彭正銘就說了一件事 他說職棒發生了這麼多事 如果我是球迷 我想我也不會再支持 也不會再進場看球 但是如果不進場看球的球迷 希望你們能夠繼續灌注我們 那如果繼續知道我們 然後了解我們的消息 如果有一天我們做到 能讓你們重新信任 重新得到你們的支持 希望各位球迷能夠給我們掌聲 和鼓勵 我們會更努力 讓你們更信任我們 我們會重新站起來 希望你們能夠重新 跟我們在一起 並肩作戰 所以他當時講了這樣的句話 你看他講得多謙卑 我已經不求你們原諒我們 你現在不開球 我也不怪你們 我如果是球迷 我也是這個樣子 拜託你們 繼續關注我們 繼續知道我們 了解我們的消息 如果有一天我做到 讓你重新信任 得到你的支持 你能夠給我掌聲跟鼓勵 不就現在嗎 對 就現在我經過我這麼多的努力 你知道我們 你了解我們的消息 你可以重新信任我們 對 就有人這個時候 還把250 對 實際上 這次彭正平他也是 我們的教練團之一 你看他也是相當感動 好不容易 他也把我們台灣隊 帶到世界冠軍了 大家都在享受 這種榮耀之下 突然就有人就說 並且也是有這個 做球板 做球板 你不覺得哪壺 千堵 這個是所有台灣人 幾乎是絕大多數台灣人 最不想看到的這個事情 而且最痛惡的一件事情 就你把它講出來了 所以當然大家就覺得說 你真的是 這個敗壞我們台灣的棒球 好 瑞德 剛剛講的 今天北劍也開始有動作了 北劍今天就把館長 列為被告 那我非常好想 如果他是做球板 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沒有過過最後錯期嗎 你現在還能夠辦他嗎 他現在還是被告嗎 那麼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單純的賭博罪 參加拒賭的話呢 那麼你的法律追溯期就是半年 丹寶傑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負責開賭盤的 你是開賭金開開賭盤的 那你的法律追溯期就是20年 也就是說 所以今天館長講 我以前做球板的 只要你說你是做球板的 就是你代表你是經營的 如果你是經營者 你10年你走不去啊 那麼我們台灣是一個法制的社會 所以呢館長陳志涵他自己講說 他是這盡這幾天 大家 那麼我們棒球隊在世界得冠軍 大家都很高興 你不覺得他會臉草草嗎 為什麼會臉草草 你到底有沒有簽註嘛 你除了運彩說你有沒有簽註別的嘛 你自己說有沒有簽註別的嘛 你是不是簽註日本隊贏 所以呢你才會臉草草 才突然間和盤講出來說 我已經做球板的啦 他那時候 以他的年紀那時候講的27歲就是 2009年嘛 就是非常有名的 黑象事件嘛 這十棒牽註最離譜的黑象事件嘛 那以現在的法律追溯局 當然還在法律追溯局裡面 他說五年前對吧 然後幾年前 我就講過啦 你就講過 你講過並不表示你有法律豁免權 你不能講說我浪子 而且兄弟像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當時他那個開球的畫面 你跟我拿下來 不然的話我跟你沒完沒了 我告訴各位很簡單啦 因為呢 我們的法律追溯局不是說 我年少輕狂 我現在承認我以前幹過什麼事就沒事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也可以說 我十幾年前二十年前殺過人 然後呢沒有人知道 我就逃過法律追溯 不是這樣嘛 這是你自己承認你有做過 等到大家所有的人發然 為什麼 因為對球迷來講 沒有人能夠接受職棒打假球 還有你們這些搞這個所謂的 那麼做賺水錢做主頭這些人嘛 因為台灣的職棒差點被你搞掉嘛 你知道彭正銘是2001年 那時候加入職棒的 他說他差一點加入職棒以後 台灣差一點喔 職棒的那個所謂的921大地震又開始了 我告訴你一個數據 1995年的時候台灣職棒每一平均一場 5488人看 1996年4548人 後來又因為牽賭案 掉到2000人 2000人都快掛了快死了嘛 還有台灣職棒牽賭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幾天我看到有一些球員都出來講嘛 台灣的職棒牽賭 從所謂的803事件開始啦 為什麼呢 1996年的803事件 那時候兄弟相對的五個球員 被在台中帶去飯店 大家想說吃個宵夜嘛 禮拜之後黑社會左頭坐一堆嘛 那還要跟他解釋 穿得會卡下去 會頭卡下去了嘛 我告訴各位 其實講 大手這麼小早 其實講的客氣 時間拿槍出來 其實講的客氣 為什麼呢 只講到穿腳頭而已 他沒有說把穿尾嘴巴插進去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當時黑道士嚇張到這樣的程度嘛 立刻報警 隔天 隔天台中的警察 立刻派警察 整個進駐台中球場嘛 四天後 你可簽署一個自行守則嘛 所有的球員跟球隊都要簽嘛 台灣的職棒 那個時候被黑社會介入是這樣來的 那為什麼說是803事件 隔年1997年的這個8月3號 335隊7個人 在高雄開房間 被人家衝進去 把牆壓去旁邊 旁邊去吃宵夜嘛 直接要求打假球嘛 部分那個洋將有沒有 不要看過這款中民啦 你們白不會打去 命要快你知道嗎 命要快就 就行李搜一搜就離開 是這樣來的 衝到底邊把人帶走 這兩年的803事件 就是成為職棒 後來整個整個崩下去嘛 而且我還 我聽到周志祺 後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不是說在旅館被帶走嗎 他說後來他有個習慣 他到了任何旅館的以後 他到旁邊這樣子看一看 那個心裡的恐懼有多深啊 我告訴各位啦 因應這樣子 後來職棒遷阻到多離譜 我是跑社會新聞的 所以這個打假球幹什麼 黑社會我們都見過嘛 那時候最離譜的儀式 就球隊裡面有人被買 我跟你講他們有人全包 賺水錢 全包 全包什麼意思 這球隊就是裡面有一半 大概二分之一一半 那些人啊 都是我打假球 我包了一場多少錢你知道嗎 大概六百到八百萬 那你說六百到八百萬 不好意思啊 他們下注的錢 都是六千萬到三億之間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配合 你如果喝了我的酒 完了我的女人 然後拿了我的錢 紅包對不對 不好意思 你就只好跟著我一起走 很簡單嘛 就是這個樣子嘛 我看過最離譜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認識了兩個幫派 不同的幫派 這個幫派綁了他 結果他們又去拿別人的錢 他們等於黑撕黑啊 這些等於被人家打假球的人 又去拿了別人的錢 你知道那一次 本來綁了他們這些人 這個黑社會這一個 我認識的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在台北的街頭 兩部車帶衝鋒槍去追前面啊 你知道嗎 這是真的 那個時候還帶衝鋒槍 直接帶衝鋒槍 要是幹掉對方啊 也要連球員一起綁一起殺 你知道嗎 所以當時 當年徐生銘被捲入 徐生銘曾經講過一個事情嘛 他被四把槍帶走了以後呢 不怕就怕死 你知道嗎 後來才被砍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 由那個屁股被戳那一刀 我告訴各位啦 事實上呢 打假球起訴了好多個 判幾年判幾年判幾年 我為什麼特別對這個 打假球其實都是 包括詐欺啦 包括這些賭博都不中 但是只要你涉入 終身不入用 我們當時有個同事 嫁給職棒 嫁給職棒的一個明星球員啊 我還跟那個明星球員 一起上過節目 最後沒想到 他是個明星球員 他也打假球 最後沒得混 有些才到對岸的中國 去當他們的棒球教練 好 先生 剛才講你之前就講過 那真的是你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大家好不容易 把那個灰暗的東西丟走 我跟他在前面 現在彭在比有講嘛 他如果是球迷 他也覺得他不想看球 好吧 你們就算對我們非常失望 你不想看球 可是你還是繼續去關注我們 你還是知道我們 等到有一天我們回來了 我們做好了 你還是給我們鼓勵 這個是他多沉痛的一種呼籲 結果你這個二百五 你這個館長 你居然還去踩人家最痛的 這個地方 剛剛講的 那個是大家都不想控的 那個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太難看太難過的日子了 那種對台灣棒球的傷害 不是只有球員 然後把持不住 然後陷進去之後 我曾經親眼看到 有約球員在我的面前 被南基組的人帶走 我也曾經看到聯盟的安防小組 直接把球員叫進辦公室內 然後把證據攤在他的面前 請他解釋這些資金的流向 以及你的帳戶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不明的資金來源 然後解釋不出來之後 回去立刻辦退休 這些情況我都曾經見過 那我是最不想去回憶 這一段黑暗的歷史 球迷受到了嚴重的情傷 那播報人員在每一場比賽 你都看到空蕩蕩的觀眾席 你都不曉得你今天這個播報 是為何而戰 然後你的聲音就像空谷迴響一樣 我當然這樣講是因為自我吵解 你都好像聽到自己在跟自己對話 這不是只有一年耶 那連續好幾年出了幾次的 這個打假球事件 可見這個假球呢 這個所謂的暗黑的資金 非常非常的多 那甚至有的很多的球員 抵擋不住那些誘惑 不過還好啦 還好就是後來因為是 大球團的加入之後 讓球員們普遍他們的薪資 往上升了 對 不然的話呢 這種黑暗的景象 真的是不提也罷 對 米妮 你要講 其實台灣這種死本 已經慢慢走出來了 第一個 我們現在的球團 是有大的財團進來了 有大的財團現在 你黑到你不敢亂碰他們 第二個就這樣 我的待遇也提高了 我也引進了一些的新技術了 其實都已經改頭換變了 你還給我扯過去那些東西 寶傑哥我覺得 202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 2024年 中華之邦有幾位老將退役 從官大元到周時期 他們在隱退的時候 都不約而同的 再次的提醒後輩們 一定不要再牽扯到這種 射賭或者是打假球 對 但是講得很感人 尤其老球迷 大家聽得都非常有感 牽扯我想 許家我們大家都很感動 問題出現了 今年中華之邦也有幾位 年輕的選手 他們涉足德州撲克 德州撲克其實基本上 也不是完全都是非法 也有合法 但是他們都受到 很嚴重的懲處 包括我們前幾天 不斷談到的張振宇 張振宇 OK 基本上我換來想一想 這些今年涉足德州撲克爭議 然後被懲處的選手 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2000年左右出身的 我們剛才談的這些事情 他們還小 他們根本不知道 這些痛他們懂不懂 他們完全不懂 我不是聽他們講話 是真的他們不瞭解 他們可能才小學 甚至於更小 OK 所以我覺得最近 某種程度也要謝謝館長 就在我們全國歡騰 在討論這個世界冠軍的同時 新聞開始回顧 過去包括彭正銘 他們心中的這些痛 我覺得事實上 不是一個壞的事情 因為我們過去在講 這些年輕的球員 都沒有 他說有嗎 對 有什麼黑暗期嗎 完全不知道 前者剛剛講的完全是這樣 過去我畢竟轉播中華之王 非常長的時間 對 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寶傑哥 我坦白講 我今天跟大家來報告 我非常怕球技的尾聲 為什麼 因為檢調都是球技結束抓人 對啊 有些時候我想許教練都很清楚 市場那個傳言紛紛 讓你非常的痛苦 有些時候你正在播 年度最重要的總冠軍戰 那時候還不是叫台灣大賽 耳機裡就會有同事跟你講 好像傳聞待會要抓囉 那種狼來了的心情非常可怕 而且後來不是狼來了 是狼真的來了 狼真的來了 你每一年在 心情應該是最嗨在轉播這種 台灣大賽季後賽的時候 時不時就跟你講 好像又要抓了 對 而且可能講的就是場上這個拳手 可能就要抓了 有些時候 就像前者講 在他的眼前 球員就被帶走了 另外就是跟你講說 待會可能就要抓哪些人哪些人 對我們這種從業人員的心情 不要講說我們是從業人員 我們從窮民的心情來講 情何以堪 但是我覺得 就像剛才前者講的 中華職棒 台灣職棒 開始越來越健全了 其實我們也不避諱這些事情 甚至於我覺得 我們應該好好來面對 當年到底發生什麼 沒有在怕的嘛 今天館長要某種程度自投羅網 自投羅網 他只是在這個當中 某種程度來講 說真的 我在你的臉書很少看到你 又比較有情緒 你對這個事情 你很不以為然 寶傑哥 講到黑道 我們這種都是受害者 以前我們 你也受害 但我們是輕微受害 以前在賭豐 最炙熱的那個時代 晚上 電話他有辦法 就接進你房間 主播 不要亂說話 坦白講 我們講會影響到比賽嗎 但是他們 當然我的解讀是 你就是賭書前 你想要發洩 你不見得是在威脅我 因為我怎麼講比賽不會變嘛 但是對他們來講 你不要亂說話 不要亂說話 他氣氛會不爽 氣氛會不爽 但是我覺得現階段 台灣的棒球已經 基本上是到另外一個境界 我們的體質比較健全 我們也不用去 說好像以前沒有發生那件事情 我們不要再談 OK 黑暗光明 最近就是一線之間 到底我們這些年輕的球員 新世代的球員 你要走向黑金的這種老路 還是要成為台灣英雄 我覺得一念之間 基本上就讓大家自己選擇 那你現在的體質我們走過來了嗎 沒錯 應該這樣講 永遠都要 我覺得我也常跟 蔡基隆會長在談這些事情 就是說 永遠要保持一個警覺心 剛才我也在跟幾位來賓在聊到說 基本上有博弈 有賭球 基本上就會有人想要搞鬼 這個東西是全世界皆然 你看國外網球時不時爆發線一些弊案 足球也爆發弊案 你說我們台灣 基本上如果說這樣的一個資金 在台面下游動這麼大 你說完完全全沒有人想送歪腦筋 我也不信 但是沒有在怕的 沒有在怕的 抓到 基本上該怎麼做都怎麼做 我們都走過那個年代 你知道我為什麼深刻地講 我在中四晚報 中四晚報是全台灣第一個搞 棒球版的 所以我們整個報紙都很瘋 結果我們當時講 我們時報當時還搞了一個時報音 那時報變成黑音了 這一個事情是 就是當時時報音的我們的媒體 中四晚報全被黃英波波哥先揭發的 你剛才說803事件 那天整個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 吳復聯 陳奕信 陳奕松 李文船 叫阿去比利公酒店 我明早講得出來 像阿的海山嘛 你頭的老大國的海山 不要說什麼人 那天整個晚上就說 欸 我們當時喔 你們早跟美傳 你們是在打 打那個什麼沙路國小 是怎麼會這樣 你們後面怎麼會這樣 那個臭屁的 陳奕信 我跟他很好的 陳奕信說 他就先說話了 我們就沒有那個嘛 那個大哥沒有沒有 其實陳奕信還算客氣 大頭先出來說話說 大哥沒有啦 我們就沒有 還沒講到90所簽 那個簽都就回去了嘛 回去了 大頭也是吳復聯 吳復聯 他就說是那個 南部人 他說又騷了什麼 當然我們就沒辦法 就說回去了 好 講到去 晚上報名說 你名字齁 要做局 我們叫做局啦 做票就做局 你要做局都回來了喔 沒有交代了 回來而已 價格當工 會不會是比賽 六點不錯 假日的話的比賽 五點開賽 大概兩三點都要到球場 大頭就是五五點 大概一包嘛 一包第一時間 忠實系統 你們的忠實系統都知道 對啊 所以阿婆說要報嗎 第三天百 有什麼報出來 不好意思 我老大 我跟你說 那天晚上是這樣 要離開 比你說酒店的時候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說過 島上一本 十萬 威士忌 還有一支土豆 土豆 土豆都出來了 土豆都出來了 我台東什麼資都 來 所以 台東什麼都出來了 我台東出頭像這個 很厲害 所以就說 來來來來 你們這個拍普通 來來 很漂亮喔 你知道嗎 台東海鎮 還有加義幾個議長 記不記得嗎 加義也來了 對差 你知道嗎 那多少錢 台東跟加義人的對差 那些對差 像是在1996年 8月爆發出來的時候 許三民總教練 在六月份去的人 插腳 在田木嘛 像是你們忠實跟聯合都寫出來嘛 但是怎麼樣 說什麼 三宗的紀元在高雄 立德打了 是整隊的 他們都不知道 去演奏耶 最近的那個奧古斯都 1984年 美國洛杉磯奧運的國手 打我們新龍牛的 他出了出了 裡面講說 裡面有漏網之語 我就很好奇說 能不能翻譯一下 那個漏網之語是誰 我們到現在還合理的話 的確當初有漏網之語 你剛才說的那個 剛才民進去說的 2009年10月25號 那個兄弟相跟統一師爭冠 隔天10月26號禮拜一 中午開始抓人 開始抓人 哈 曹警衛 那張志佳是後面一波的喔 對 曹警衛先出來 我覺得曹警衛那個最讓人家難過 曹警衛真的最讓人家難過 隔天10月26號小弟我 連上貴公司四個節目 從那個時候一直講講講講 講兩個禮拜 對 第二波到第三波 你那時候也來我們節目啦 你那時候坐一擺你的叫 跟那個很感慨的誰 傅達人傅爸 傅爸也來了 張有化 張大哥 對 吳清禾大哥 這三個都去做生 好理解我們又撞掉了 你想想看 吳清禾 對啊 2009年最後一次 所以那個時候的 我親自去訪問兄弟相的求援啊 也去找當時的兄弟相 問了好幾個兄弟的求援說 小老師你聽我說的話 沒關係大家注意 不可以破這個無辜 因為實際上有一些問題點是 被破的 所以冰淫華昨天也在 友台在講這個事情 黃平安他更清楚 沒全面也是 大家要認識 要有的人嘛 所以這個過去 講出來 給大家了解也是好事 走 這一次大檸檬 就已經特別要注意喔 沒有想到 李明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他講說 他多厲害 他的球速可能不是很快 但是他說 他的變化球 第一個他的球種很多 他的變化度很大 我們剛剛看的畫面 欸 他等於是到了本壘 還做了一個很大的飄移欸 對沒錯 這林玉銘在韓 對韓國的時候 投出一個非常精彩的球 寶傑你看這個球 這個球出手的時候 看起來很像是直球對不對 可是到本壘板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滑出去 這個就是他的滑球 這讓林玉銘呢 他就被人家說 雖然他的球速 在大聯盟不算是很快 但是他的變化球 你看那個軌跡 欸 你以為你看得到 你以為你看得到 你可以打得到 就揮一棒之後 你揮了一個空氣 揮了一個寂寞 你根本完全揮不到 欸他不是這樣一直偏移欸 是 他是繞著本壘才開始偏移欸 你仔細看 一直乖乖出去 他以為打者以為 一定可以揮得到 結果就揮不到了 這就是他非常厲害 他有兩種非常厲害的球路 一個叫做曲球 一個叫滑球 但人家因為他這一次呢 在整個這個 你知道原本的MLB 這次在這個之前他們的 這個官網上面有介紹說 十二強最值得注意的 這個八個選手裡面 他就有點名到這個林玉銘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林玉銘 在這裡面來說你看 包括說美國隊 第一名最值得期待 是美國隊的Simpson 被我們擊敗了 那日本的這個高橋紅豆 他也是鍾日榮的 非常好的球手 日本隊這一次也輸了 另外一個巴薩納 他這一次有面對過澳洲啊 他是今年的 美國大聯盟的選秀狀元 這幾個國家都被我們幹掉 都被我們幹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一次真的讓林玉銘 現在大家都認為說 他搞不好明年真的有機會 登上大聯盟的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現在非常期待的是 他能夠趕快進到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小偉生的40人名單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他這一次裡面來說 我們就講 剛才那一球最漂亮的那一球 你看有沒有 極速拐出去的那一球 那事實上還有 他還有非常多球 都是非常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 滑球就是會這樣 會這樣橫向移動 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橫向移動 那個就是滑球 那變速球呢 變速球如果你仔細看 他的抓球的這個方法 你看看起來跟直球一樣 但是出手之後呢 速度不是那個速度 而且他會忽然 有一點飄移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就是讓打者完全反應不慣 他以為是快速球 就沒想到到後來 不是這個球 完全跟他搶的速度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們講到他的心臟非常大顆 當他知道說 他要跟日本去拚冠 覺得很多人會怕 會猜 他說他當時非常的興奮 他說他的心態其實非常的冷靜 而且他的控球非常的穩定 他有變速球 他有快速球 然後他有切球 剛剛講到 他就在非常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下墜幅度 對 沒錯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這個球就是這個變速球 你看這球是滑球 那變速球 就是你突然之間會往下墜 就兩個軌跡不一樣 滑球是這樣橫向移動 變速球是有點類似 往下墜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真的是 我覺得他的這個變化球 真的是練得相當好 如火純 你看這就是他的變速球 而且他有時候 他很敢跟你塞直球 跟你拚啊 所以我就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是從美國回來的 那美國大聯盟的觀念跟 林家政 林家政也是美國的捕手 所以他們兩個的風格就有點說 我攻擊你的好球帶 我跟你對決 這樣的狀況 而且對林敏來講的話 他也看過 難怪他可以對日本 對韓國都三上三下 我覺得他今年也短期登上過3A 所以他也跟3A選手也打過 這個3A選手也是很厲害 都準備很多人 也是準備要為了要上大聯盟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強心仗 讓這一次我們對日本 對韓國 他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我們不是嘴巴講一講 是 我們的數據都是最漂亮的 當然啦 這一次我們的這個所謂 這個自責分率 還有WHIP來說 我們這一次都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 我們過去很少看到台灣的選手這樣 我們過去都覺得 我們的選手好像投手 都表現得不太好 但是這一次呢 台灣所有的選手 好像沒有一個人 沒有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說過去台灣 我就靠一個強投 兩個強投 可是剛剛講的 這一次每一個人 雖然之前剛剛講 你的數字不正好看 之前明不見其算 可是每個人都扮演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包括林凱威 對 他還是把他的關鍵中繼 完全穩住了 這一次我們的投手來說 為什麼一開始大家 就覺得說不看好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太知名 除了林玉敏之外 事實上大家都覺得 你第二號第三號先發 到底是誰 大家都有點疑惑 但是這次我們選了很多的 中繼投手進來 那時候每一個都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像這個林凱威 你可能我們印象就是 他是對日本最後一個 最後關門 關門 但是其實他有一場比賽 非常重要 就是多明尼加那一場 我們對於多明尼加是 我一開始是虎王出來投嘛 黃子鵬嘛 這邊要投到一般的時候 他身體不舒服 第六局 他必須要下場了 下場之後 林凱威就開始 突然之間登板上來 面對當時的這個局面來說的話 他就要開始趕快 把這個局面穩下來 那你可以講 他的球路 事實上他的球路是蠻快的 他可以投到150公里左右 然後另外他有一個滑球 所以他因為他上台之後 保安姐 穩住那一問題 因為黃子鵬是突然之間退場 你要趕快上來穩住 因為通常都是換頭的時候 最有可能會被這個得分 那你看 他就是他的快速之間 他的快速之間 會往上飄的這個狀況 就是因為他的轉速相對比較快 會有點往上飄 所以他穩住了 你看所以我就說 這一次我們的選手 沒有一個人不是非常重要 就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林凱威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包括說我們這一次的 吳光 吳俊瑋 吳俊瑋也是一樣 吳俊瑋來說他過去在兄弟 本來就是扮演一個後援的角色 他這一次也是一樣 你看他這個球 他這個球被 這個很多後來很多 這個MLB或是很多 都轉播了這一球 這球是鬼 人家說鬼之球 為什麼 鬼之球 連古巴的這個總教員都說 這什麼球啊 為什麼他投出來的時候 他就救援 然後投出去 那一球是 類似他的變數球這樣 你看 原本古巴的選手認為說 這球我一定打得到 就突然就拐出去 然後他完全就揮不到 所以就知道 這一次我們的很多選手 都把他的看家本領拿出來 包括說你看這一次 所以我們剛剛不講嗎 這一次我們有一個動作 就是比三角 比三角就all in all in就是我全力以赴 每個人都把自己看家本領拿出來了 沒錯 那你看這一次包括說 在這個後面的這個張毅 張毅也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拿了這個兩勝 那另外黃恩是這一次 他也準備要結婚對不對 那你更不用講 這個陳冠宇也是 這一次都完全拚了 陳冠宇跟張毅 大家日本選手最熟悉的 就沒想到他們也完全打不到 那你更不用講 黃子鵬這一次我們的先發 另外包括說像王志軒 然後還有這個 莊馨諺 莊馨諺也是一樣啊 莊馨諺過去一段時間 可能大家比較少 他在投球的時候 大家比較少看過他 結果沒想到 他這次都扮演一個拆彈 遇到有危險 滿雷或是雷上有人 他就出來扮演一人的這個角色 把這個整個危機 把他完全拆解 你看這個 他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知道 我們這一次每一個選手 都有扮演一個他自己的角色 那我們的教練團也充分的利用了 每一個人的優點之後 就把這個我們的仇守戰力發揮出來